尖沙咀的私人屋苑 入伙只是半年多就出现首个银主盘 达卫尔公司的名义买入 曾经成造8次的按揭 另外在九龙堂 一个老牌物业的银主盘 成案的次数更加达到24次那么多 有按揭转介公司就说 业主就商和物业向财务机构按上按的个案 过去两年分别有过千中 而去年股市波动 估计是近期出现多个豪宅银主盘的原因 专业的投资者甚至乎叫机构性投资者 当他们投资一些这么大型的豪宅物业 可能以亿计的物业 其实同样地可能他们都会做其他的大额投资 你看到香港股市都相对比较波动 都不排除有些业主可能他短期的资金周转 其实会出现问题 可能他举例他借了孖展或者他股票市场 可能不能够即时套现 令到他的公款額 就是每个月要拿公款出来出现了问题 根据一间测量私行的数字 直至去年年尾 未卖出的银主盘数目 按年增加超过一倍 但是今年头一个礼拜 就已经收到六个银主盘 有测量私透露 近月有银行加快收楼 和调整银主盘叫价 甚至行有放宽买卖程序 以为银行都看探后市 银行的收楼的态度是积极了的 市段是快了的 还有也都在这个价钱那里 就是那个卖价 银主货的卖价那里 会做了一些adjustment 那个卖价看到市场 好像说平了下来 或者是心态有些少缩 平时银行的取态 你一不卖15天 你一不交回去的时候 它就当你取消 个个案来到今时今日 它就给了一个月的宽限期 他相信 随着经济放缓和楼市转势 如果股市持续波动 豪宅的银主盘量会大幅增加 预期去到今年年中的时候 整体银主盘的数目 有机会突破1000个 保身地是基地